一群人衝出自助餐店 追打頭戴安全帽的男子 只見黑衣男先出腳很踹 對方整個重心不穩 鋪倒在馬路上 好不容易站起來 又被一字猛砸 再度踏槍跌倒 一路往後退 短短五公尺連摔三次 黑衣男這才罷休 舉起手中菜刀指著他大聲弄罵 有一個拿刀 拿著菜刀然後打過來而已 打過來打到那邊 然後又走回去又打第二次 後來警察就來了 路過民眾紛紛停下腳步 電影打鬥情節爭執上演 嚇得不敢靠近 雖然監視器只拍到 戴安全帽的男子被追著打 但其實另有引擎 原來孫姓男子為了討錢 走進自助餐店 二話不說拿緊棍打人 沒想到不敵對方人數優勢 反被追打 而黑衣男就是自助餐店 老闆的弟弟 生意做到一半突然被攻擊 氣得拿菜刀追出去 老闆為了保護弟弟 也拿出店內主以助陣 他一進來是說錢拿來 他問題我們老闆是說 責任的歸屬都還沒有確定 然後在他當下就要要 九千塊 不是說去估價之後 車子有怎麼樣 然後要求覺得很不對勁 所以就寄解他的要求 原來是因為日前發生 在新莊的行車糾紛 兩人賠償談不攏 和解不成埋下衝突導火線 十六號中午十二點多用餐時間 自助餐店滿滿都是人 孫心男子登門討錢大聲吆喝九千元拿來 林溪老闆的弟弟認為 車禍責任歸屬都還沒釐清 而且修車費也沒經過車廠估價 覺得不合理拒絕付錢 沒想到對方拿出警棍砸點打人 救護車到場趕緊將頭部受傷的 林溪男子送醫 警方也將討錢男子帶回 要釐清紛爭原因 只是為了車損賠償問題 罔顧店內用餐民眾安全 大膽砸電打人 結果反被追打 最後狼狽招待 記者 新北市採訪報導